晚上九点钟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扬兆谈说 扬兆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收听扬兆谈说 本节目以台北口我们电台FM930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为大家播出 我是扬兆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继续为大家直播 时景谦的纪念专辑 时景谦Jonathan Spence 这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历史学家 他在去年年底去世了 我们借由节目当中 为大家介绍 时景谦的一些主要的作品 今天要继续来为大家介绍的是 时景谦他用英文写成 原来在1978年的一部历史作品 历史作品的书名 就非常的特别 因为很简单 但是关键的重点是 威门王 在中文书名翻译成为叫做王室之死 意味着这是一部历史书 但是历史书的主角 这个人甚至连一个明确的名字 都没有留下来 我们只知道他是王室 那在中文一本当中 就多加了一个副标题来显现 时景谦他在历史的事业上 1978年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突破 因为他写的是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 小人物小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威门王 连一个名字都没有 够小了吧 那这样的小人物 值得被写入历史吗 江大森斯本斯告诉你说 是的 他更接一步的 他甚至用一本书来写这个威门王 然后来写这个人 在那样一个历史时代当中 他的死亡 有些什么样特别的地方 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这本书的背景 是17世纪中国东北的一个小角落 具体的位置是三东省的淡城县 大部分的情节是发生在1668年到1672年 所以更接一步 这本书只写这短短四五年当中所发生的事情 小人物很短的时间 这都跟我们平常 我们在想象历史理解历史的时候 非常不一样的条件 在前言当中 史景谦就解释 这本书的焦点集中于 当时当地非知识精英阶层人身上 有农夫 农场工人 还有他们的妻子 他们在困难的时候 没有官方关系来帮助 也没有有利的亲属组织 可以去投靠 然后呢 这本书要从四次地方上面的动乱危机 来显现描述这群人 第一呢 是牵扯到土地的耕耘 还有从那块土地上 征收的税赋 第二 一个寡妇要保护她自己的小孩 以及她的遗产 所造成的这种企图 第三 是一次地方争斗 所引发的暴力事件 以及第四 就是这位威猛王 一个王姓妇人的决定 她不愿意再面对一种 无法接受的现状 选择逃离她在诞辰的家 还有她的丈夫 这些危机是地方的是小的 是就整个历史记录的脉络而言 不过 石英天就特别强调 对实际牵扯在其中的人 这些危机有着绝对 攸关生死的重要性 石英天说 我刻意让这个故事 保有乡下风味 还有地方色彩 因为过去对 近代以前中国农村 所做的描述 不是取材于特定的地方 而是在广大的地理区域 和很长的时间内 去收集证据 这个过程几乎 无可避免地 让人失去了特性个别性 另外一方面 当人们真的在从事 地方性研究的时候 他们的焦点 也不集中在 乡村地区本身 而是因为那些地区 有其他更引人注目的特色 例如说 那里曾经出过 什么样有成就的人 或是当地曾经被 叛乱事件的凶残行为 所荼毒 要不然就是因为 当地经济条件的 利益跟多样性 还有社会组织的 历史复杂性 不过 但成 他选但成 很有意思 刚刚所讲的那些条件 都不在但成身上 他没有这样的一种特色 但成在十七世纪 没有产生杰出的人物 他的经济 跟社会状况的资料不足 虽然灾祸不断 当地的居民 也没有加入 掀起叛乱 要从过去召唤出 那些穷人 还有被历史遗忘者的生活 当然不容易 让人觉得讽刺的是 中国人对于国史 地方史 撰写自为周辈 地方记录 却多半未见保存 我们常常找不到 这是在西方的历史 西方的历史学者 爱用的一些史料 可是在中国 你就找不到这样的 但是 可是你在中国 你就找不到 例如说 厌史官厌史的记录 行会交易的记录 严密的土地 租刃的记录 或者是 教区出生 婚姻死亡 这一类的资料 正是这些资料 让我们能够对于 欧洲中世纪 后期的历史 做非常周密 细致的解读 不过 中国虽然没有 这样的资料 另外有一些资料 四散在各处 接下来 是以前先跟我们交代解释 他从哪些资料里面 找到了这些小人物们的生活的记录呢 第一种资料是1673年所编的 诞辰县制 传统中国的地方制 层层相应 由有学养的士生精英的成员 所编转的 他们用一定的排列顺序来处理 历史里面一些主要的主题 比如说这个县的地理位置地形 城市城墙 地方政府的官树 衙门 庙宇 土地和租税制度 地方有名的人 还有县池官员的传记 被认为格外忠贞或者是 贞洁的女性 也许有机会 以传记被记录下来 在地方制里 当军队盗匪或者是 自然灾害的出现 直接影响到 这个县份的时候 也会被记录在方字当中 但呈现之在内容或者是格式上 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但对这个县的困苦的描写 非常的鲜明 这一类的方字当中 对于细节描写 想略不同 通常和事件发生的年代 还有撰写的年代 这两者之间的距离 成反比 但呈现之前面提到了 是1673年写的 意味着编撰者 对于早先几十年的事情 有直接 而且非常冷静的记忆 这一部方字的主编 叫做冯可三 似乎也满于编撰一部 真实的凄凉记录 而不以礼节 或者是怀旧的情绪 加以美化 加以粉丝 第二种资料 是官僚学者 叫做黄六红 他在1690年 编撰了一部 关于他自己生涯的回忆 还有中间有一些官真 同样的 这也不是全新的类型 这一类官真 以前就有 意在教官吏 如何评估自己的角色 如何根据自己 还有县内居民的利益 来做事情 在17世纪中国 有1400名 担任支县的人 在同一时间当中 他们被放在一个困难的位置上 因为他们虽然在辖区内 有很大的权力 是地方上 主要的司法官 财政官 跟公众安全的守护者 但在他们的上面 有支府 支府上面有巡府 在京巡府跟北京的六部 还有皇帝本人 所以这是一个复杂的命令之链 命令体系 所以他们只不过是处于最低层的 更进一步 一部完整法条化的行政法典 规范着他们的日常行为 庞大的大清律 由前朝明代的判例 更续发展 试图要把全体人民 所以知道的犯罪种类 以及越轨的行为系统化 并且对所有的罪行 施予固定的惩罚 支县们对这些法律的解释 跟奉行不断受到上级的检查 上级也要求他们 对辖区内的任何的措施 都要负责 当黄六红 他在1670到1672年 他是担任诞辰的支县 他所承受的这些限制跟压力 不亚于所有其他的支县同裁 但他是一个格外敏锐的观察者 重视细节 并且对于准确 有一种偏执 在他写观针的时候 就经常会写出 某一个特定事件发生的 正确时刻日期 确确的金额人数 以及参与某一个特定交易 或者是对抗行动者 他们的身份 当我们在限制 或者是其他当代的记录当中 在核对这些细节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是 几乎都正确无误 因此黄六红的个性 他就不会满于概论 在这些观针当中 他有一些个别的例子 描述自己对于行政跟法律的观点 本书的中心 就是取材于这些例子当中 和诞辰有关其中的四则 第三份资料 是随笔作家 短片故事作家 兼剧作家 大家一定认识的 蒲宋林的作品 蒲宋林住在 资川县烧北 资川诞城中间 被一排土匪出没的 山丘隔开 蒲宋林虽然在西方 没有那么有名 却是中国 最具备有才华的 杰出作家之一 圣先生就说 我发现他会在1670年代的 山东从事写作 对于1670年 1671年经过诞辰的时候 就决定从他的观察视角 来补冯可三和黄六红 比较传统的历史 跟行政著作的不足 虽然冯可三和黄六红 意外地带领我们 深入当地的一个重要的部分 一个关于个人的愤怒感 不幸的领域 他们却无意探究 诞成的另外一些领域 例如说 寂寞 性爱 梦想 而正是这些领域 迷住了蒲宋林 所以十几天 书里面 就从蒲宋林的多个面向 隐居了三项 山东回忆的记录者 说故事的人 以及形象的塑造者 在这方面 蒲宋林经常有 令人意想不到的优雅 和力量 所以十几天接着说 通过类似像蒙太奇的形式 对这些形象做某种结合 我们才有可能超越了 以示世界当中的其他材料 来更趋近 这个威门王 王室 表达出 他在临死前睡梦当中 可能有的一些想法 十几天用这种方式 交代了他所用的材料 不过我必须补上一项 那就是十几天 丰富的想象力 把这些材料 能够交织结合在一起 才写出了 这样一本透显 大历史背后 小人慕名云的 王室之词 我们休息一会儿 等会儿继续聊 大家好 我是刘克香 亲近自己的城市 找回城市的温暖 听见台北的声音 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听见台北的声音 拥有颗热情的心 有爱与梦想的电台 台北广播 FM93.1 感谢您去收听杨赵坦书 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回到播出到九点半 今天继续来为大家介绍 施景谦的作品 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 《王室之死》 在中文本多了一个副标题 《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 其中的小人物就包括了 传统中国社会底下的寡妇 我们看他在书里面 举了一个彭氏 她是个寡妇 她的丈夫陈泰珍 在1660年间因病去世 这个陈泰珍生前不富有 不过留给他的寡妇一点钱 一块接近诞辰的地 一间房子 还有一头牛 他们生了一个小孩 叫做陈莲 现在养育小孩 让他可以好好继承 父亲的香火 就变成了这个寡妇的责任 在《诞辰限制》里面 有很多的传记 她的目的是要显示 一个女人如何靠决心 跟严格的道德目的守寡 谋取生活 并且抚养小孩长大 让她们日后能够成为 受尊敬的学者 或者是忠贞的妻子 就看是男孩还是女孩 有一个女人21岁的时候 就守寡 丈夫死的时候 有了三个孩子 她成功地把三个孩子 抚养长大 并且活到84岁 另外呢 李氏守寡 带了两个儿子 她带其中的一个 去天理工作 自己呢 靠织布赚钱 教育另外一个 这个孩子先通过了相试 接下来又通过 审级的举人考试 这是诞成一个世纪当中 总共只出了五个举人 她是其中的一个 这两位妇人 都在1670年去世 但仍然还有其他活着的人 替这个理想做见证 丈夫跟淑伯 都被清朝的军队 在1643年 也就是明朝灭亡的前一年 给杀害了的 一个女人叫做杜氏 她呢 亲自抚养 自己的两个儿子 另外还有三个 变成了孤儿的侄子 和两个侄女 长大 她这个时候55岁 刘氏呢 是25岁 守寡 没有儿子 她从先生的叔叔那里 过继来 一个儿子 来延续先生的香火 并且作为法定的继承人 她46岁 田氏56岁 19岁 就守寡 并且有一个姨父子 然后呢 把这个姨父子养大 冷春色的范氏 是这些人的榜样 81岁 还在 她先后抚养自己的儿子 先生第一任前妻的两个儿子 还有后来的孙子长大 这几个人都全部入学 并且中了香室 这就是重大的成就了 蒲松林对这样的叙述 抱持着不自可否的态度 她有的时候会嘲笑这些忙于织布的寡妇 她们所称的贞洁 我们来看她写过的故事 她说有一天傍晚 一个老寡妇 正在织布 突然一个年轻的女孩 推开门 说 老婆婆 你不累啊 女孩看起来 十八九岁 她的脸蛋很漂亮 她的衣服 华丽优雅 老夫人 吓了一跳 觉得这女孩 从哪里来呢 女孩回答说 我可怜你 一个人孤零零过生活 我来陪你啊 老夫人 怀疑她是从 哪个有钱人家逃出来的 所以就不断地问她 但女孩就说 老婆婆 不要害怕 我跟你一样 孤孤单单地 活在这个世界上 因为我钦佩你 生活上的贞洁 所以特别来跟你作伴 我们住在一起 可以解除寂寞 不是再好不过吗 老夫人这个时候 有不一样的怀疑了 她觉得 这女孩 可能是狐仙 就不说话 暗自疑心着 女孩爬上了织布机 开始替老婆婆织布 她也说 不用担心 我擅长用这种方式 给自己谋生 不会让你需要养我 老夫人看她 这么样友善能干 而且甜美 就放了心了 夜慢慢深了 女孩就对老夫人说 我还自己带了棉被跟枕头啊 东西在门外 你出门休息的时候 就顺便帮我把东西带进来 可不可以 老夫人走出门外 看到了一袋被子 就带了进来 女孩把被和枕头摊在床上 那是用缎子缝制成的 无比芳香柔软 老夫人探开自己的棉被 跟女孩一起躺在床上 女孩这个时候脱了丝纸的衣服 但立刻就有一阵异箱 在房间里面飘散着 她和老夫人一起躺在床上 老夫人想说 躺在这样的美人旁边啊 哎呀 可惜啊 我不是男儿生 躺在枕头上的女孩笑说 您是七十岁的老婆婆 怎么还会有这种荒唐的想法 老夫人说 我没有啊 我没有啊 女孩说 如果没有这种荒唐的想法 为什么刚才希望 自己是个男人呢 老夫人现在更加确定 自己一定不是跟人打交道 应该就是个狐写呢 很害怕 对此 虽然她什么话都没说 女孩就又笑了 跟她说 你还想要当男人 现在怎么又回过头来 怕我呢 这是蒲松林所写的故事 蒲松林呢 也喜欢嘲笑士生 就是编辑 《香弦》跟《节列传》的这一批人 由于在他们的身上 既挑剔 又信号余色 所以呢 他们大力去赞赏 别人没有沾染 这两种恶习 蒲松林暗示的说 这帮人呢 把女性包含在他们的节列名单当中 往往有暧昧的动机 蒲松林的怀疑 在某个层次上 可以从诞辰的例子得到名证 因为编诞辰限制的冯可三 他提到了香弦真列传的资料 来自于地方世神 无庸置疑的这些眷目这些部分 反映了世神的价值观 或者这些价值的理想形态 我们也知道 这些世神在编撰史料的时候 不回避偏袒自己人 因此 因为四位地方上的编者 就设法把其中三个人的母亲 跟两个嫂子都列入选定的 56位女士当中 不过大体而言 蒲松林同意当时流行的观点 认为寡妇需要道德和确切的目标 所以在她的故事里 有一篇是讲一个垂死的先生 明确地允许太太在她死后可以再嫁 不过这个太太在丧礼还没有完成之前 就违反礼书和情人私通 王夫因此对她和她的家人施以添浅 她被历剑穿透的裸体 横称在父亲家里的庭院里面 她的房子被烧了 可是蒲松林和当时多数人不一样 她在小说里所描写的寡妇 常常都通晓法律熟悉 衙门政治的错终复杂 对那些想要夺取她们的土地 或者是想要拿走她们好敏捷的男性 她们能够智取 蒲松林对一位寡妇 努力抚养一族的男孩长大 所面临的难题 特别感到兴趣 在一篇她所写的故事 《细流》当中 蒲松林就透过了一个英雄 详述了这样的困境 蒲松林就透过一个女主角 详述了这样的一个困境 这位女主角一开始 不想嫁给她的丈夫 后来还把一个妓子 跟她的儿子一起抚养成人 这个细流是中都一位世人的女孩 由于她的腰非常的细 所以才得到了这样的绰号 像纤细的柳条一样 细柳是一个有文学涵养的聪明女孩 特别爱读什么样的书呢 看向向人的书 她身性随和 不到人的是非 但每逢有人前来提醒 她总是坚持要自己看求情的对象 虽然她看过很多不一样的男子 但她都不喜欢 19岁那一年 父母生气了 就对她说 天下没有一个男人适合你吗 难道你要用这种方式 一直当老仲女到死吗 细流就回答说 我曾经真的希望 用个人力量 来克服上天给我的命运 不过这些连来 没有成功 好吧 这就是我的命 从现在开始 我会服从父母的命令 这个时候 有一个出身良好 才是出众的高兴的书生 要求和细流可以同届连礼 并且送了聘礼 因此两个人就成亲了 夫妻两个人相处得非常融洽 这个性高的 前妻留下了一个五岁的儿子 叫做长福 细流也很钟爱地照顾这个孩子 每次他要离家去探望父母 长福就会不断地哭闹 吵着一个跟他一起去 不管细流怎么哄他 怎么骂他都不行 一年多之后 细流自己生了一个儿子 叫做长福 是可依靠的人的意思 丈夫问他这个名字代表什么意义 他回答说我希望他会长留在父母的身边 细流对女人分类的工作做得很马虎 似乎不怎么有兴趣 但是对家里的甜产 以及赴税的记录 则仔细地阅读 唯恐有任何不正确的地方 过了一段时间 他就对丈夫说 你愿意放弃对家里事务的照管 让我来经手吗 丈夫答应了 整整六个月 家里的事务照顾得心情有条 丈夫也大为称赏 这样的一个故事 出现在浦松林的《聊哉次义》当中 虽然这是小说 可是背后对照诞成献词 却可以看出非常坚实的社会写诗的背景 因此 Jonathan Spence 施景谦 就把这样的资料 也放进到他的历史的探究书籍当中 这本《王室之死》 就是要让我们能够看到 一般历史当中被遗忘了的 这些女人的生活 她们在想什么 她们在做什么 这是非常难得的小人物 可以在大历史当中被透显出来 感谢您的收听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